若明您的允许 儿臣哪也不去 好了 别动不动就发誓 雷儿 把药端过来 是 多谢母妃 老师 老师 脚肿成这个样子 真是分不清楚是吃胖的还是扭伤的 我 我头很粗吗 我最近好像真的吃的有点多 我是不是得节制一点了 连扭伤吃胖都分不清楚 我看你真是大理寺第一人了 这是长恨特制的金创药 内用外服都可以 金创药 这个东西是我们那个世界里 游戏里的道具 它能补很多血 而且值很多金币 谢了 连金创药都不会是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穿越过来的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你这个东西 轻点儿 你觉得你说的那些会有人相信吗 你轻点 轻点儿 靠这棵石头就能回去 我看这根本就是无极之坛 好点吗 哪里是无极之坛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跟着一只带有五色式的猫才拉到这儿的 你身上就带了一颗 你身上就带了一颗 要不你行行好 给我吧 等你集齐了其他四颗 我再考虑要不要把我这颗给你 真的 你可不能反悔哦 你跟我一起发誓 像这样 快点 我只说了考虑 并没有说答应 我现在去把这儿那颗要回来 对了 对了 话说你是怎么知道阿冉不是凶手的 又不是精怪 他怎么能杀这么多人呢 他用的是虫子 阿冉十分了解太子 值得太子照顾金吾卫 会将贡品分享给他们吃 于是他就将金狐蜂的虫卵 放入了那些橘子中 等到侍卫们吃入腹中 虫卵便会在他们的腹中开始孵化 侵蚀五脏六腑 导致他们暴毙而亡 但让阿冉没有想到的是 太子并没有吃那些橘子 那 值而之后怎么样了 值而之法犯法 由陶玉前科 理应严惩 而他乃是蜘蛛精怪 更应当即刻铲除 以绝后患 但念在他并无害人之心 所以免除他的死刑 但往后 将不能再踏进城里一步 事情变成这样 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自从我修成人形以来 来到人间 认识的人也不多 所以处理事情方面 还是要向你们多多学习学习 你说 你早就知道凶手是谁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你要是早说的话 你现在 也不必受这么多委屈 吃这么多苦了 阿冉是我入宫时 第一个朋友 我怎么忍心让他受刑罚 我总期盼着他能及时收手 没想到最后 还是酿成大错 我本来以为精怪无情 只是没想到 还有你这么善良的 赖真人世走一遭 我终于能明白 人之相识 贵在相知 而人之相知 贵在知心 得意知心好友 也不枉费我修炼成人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 他是你的了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道行尚浅 所以准备去山上修行 这样也好 那我祝你 修行成功 天帝听我命令 五色是力量 封印 耶 若这五色时 跟这些金怪有所牵连 那娘为何会拥有此物 又将它遗留给我 你看 这五色时多好玩啊 要不 我们来试试怎么变猫吧 天地万物听我命令 五色石力量解除 怎么回事 怎么黑漆漆的 出口在哪 我出不来 真是不让人守心的家伙 是 赶紧变回人吧 组园猫 你还没有猫的智商和天赋 喂 你说话很没礼貌 但是好舒服啊 天地万物听我命令 五色石力量封印 我告诉你 我就算是猫 那也是天赋异禀的灵猫 你少瞧不起我了 是吗 那试试便知了 你干吗 我才不会伤到呢 别小看本姑娘的手速 让我抓的了吧 坐下 你这样看我干嘛 没什么 就是在想 我这宠物原来还挺有趣的嘛 怎么我知情没觉得呢 我才不是你宠物呢 你这个小东西啊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